供应链危机还在持续延伤 最新的是猫粮跟罐装啤酒拉紧爆 这是因为普遍用来包装的铝原料短缺 但需求却是不断的攀升 而另外一个供不应求的就是送货司机了 就连美国总统拜登都出面喊话 说市场多出3.5万个货运工作需要招揽人才 尽管市场普遍认为这将是自驾卡车进场的大好时机 但除了技术还不成熟之外 各家物流公司也还在观望谁是最适合的合作对象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献身白宫草坪 当着卡车运输团体的面 释出他的货运行动计划 拜登强调必须扩大卡车运输业 以缓解当前的供应链难题 却也承认司机越来越难找 全美230万辆货车找不到人来开 再加上供应链危机还有高通膨 无疑成了自驾卡车 这个不需要人力的运输革命 进场的大好时机 却也可能措施良机 除了还有种种技术挑战需要克服 大型物流公司也还在好几间 做自驾卡车技术的新创理周旋 例如快力龙头DHL的供应链事业部 看好自驾卡车趋势 却也明白贸然投入新科技的风险 因此选择和好几家新创 一边签署合作一边慢慢观望 我们不是在那程中 我们还在那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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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加州起家的图森未来 就是其中一间合作对象 他们在去年年初宣布打造了 全球第一辆自驾卡车 目前则是唯一一间 已经在部分的夜间 试程移除了安全驾驶 另一间卡车运输龙头 美国速运 也同样采取 净可供退可守的模式 专家们普遍认为 在自驾计程车 窜起的情况下 自驾卡车仍会是第一个 能创造可观收入的自驾车种 但要让经济顺畅的前提 就是不再有任何人力辅助 而目前大多数的自驾卡车 还是需要一位安全驾驶 在车内把关 如今跟不上需求的 可不只有劳力 而且在中国大陆 祭出现污令后 供需失衡进一步恶化 最新受害者则是猫的罐头 特别是羚羊丑物的风潮 自疫情爆发后 一直延烧至今 持续推高饲料需求 也使得不少零售商 正在想办法 以其他包装代替 另一个受害者 同样是在疫情期间 爆炸式成长 买了就走的易开罐啤酒 尤其是小型酿酒厂 什么都缺 什么都贵 市场预测这种情况 还将持续好几个月 直到2023年 TV别新闻众楼报导 本常没闻众楼报道 本常 worm12年